布農族列人王光璐非常上訴案 11月29號在最高法院首都交開 開庭當時並沒有實質進入調查程序 當時王光璐律師團陳彩毅和林長正曾經建議 為了讓調查庭更公開 希望最高法院到台東部落開庭 而目前傳出最高法院何一廷決定 同意王陸直播開庭 律師和族人表示認同 那退一步就是變成用直播的方式 來讓族人可以理解 這個整個過程 我會覺得那是程序正義的一環 那當然也是公開審判的一個實踐 第一時間看到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反應的話 那是最好最棒的 我們的範圍太廣泛了 沒有辦法一下子凝聚 來直接點這個 現在年輕人越來越熟悉這個東西 我想這是好的 傳出最高法院開庭 會比照民國一百年大法官 對狗仔更拍案延遲辯論模式 以三機直播的方式 將審檢變開庭內容live直播 而這也將是第一件 原住民族狩獵非常上訴案件 召開調查庭 用網路直播 及時將延遲辯論現場 公開轉播給社會觀看 學者建議透過圓民臺共播 也是一個管道 我們我們就原鄉 接收外界資訊的狀況來看的話 其實收看電視 那尤其是圓民臺 也是一個接收外界資訊 最即時的一個管道 那麼不妨跟最高法院談看看 能不能夠加入直播 那麼讓族人 尤其在偏遠地區的族人 能夠多一個收看這一次 審理過程的經驗 對此目前最高法院網站 還並未發出正式新聞稿 但原住民族狩獵文化 長漢信有法規命令衝突 學者漢律師認為 透過網路直播調查庭 審理辯論過程 也有助於社會理解 對原住民族重力文化 司法判決長期不公 記者亞蒙比亞台北市台東花蓮採訪報導 好